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豬仔要介紹 Hammerton 第三隻推介 現在是下午6.8個字 相信有些標迷都已經下班 或者準備下班 這隻就是Hammerton Kaki Kaki這個系列 Aviation Pilot 手錶非常出名 在Hammerton裡面 除了小軍錶 其實這個 Aviation Pilot 也是非常有名 也很受歡迎 為什麼豬仔會介紹Hammerton 日本手錶頻道 為什麼近期經常會介紹 這個瑞士錶 尤其是Hammerton Hammerton這個手錶 聽聞 已經有些Youtuber都說了出來 就是他將會被 香港的AD 全部被收回 取消AD 好像他自己想開專門店售賣 大家都即時會想到一件事 當他開專門店售賣的時候 就是沒有折 或者價錢會比較貴 所以趁著這個時間 如果你還未入手過一隻 Hammerton的手錶 其實真的可以 考慮一下 因為Hammerton的軍錶仔 甚至乎這些Aviation 的Pilot手錶 都是非常出名 而且質量做得非常好 現在的性價比值還是很高 這隻Hammerton Aviation的一隻 Day-Day Automatic 叫做Kaki航空系列 Aviation Pilot系列 就是一隻Kaki色錶帶 配搭了黑色錶盤 還有Kaki色的 調子黑度 Pilot的錶一般 有幾個元素 都會在Pilot手錶裡面出現 例如12點位置黑度 它用了三角麥的顯示 作為它的黑度 然後它的錶盤直徑 都會比較大隻 還有數目字都比較大隻 清晰易看 當你配戴著手錶的時候 駕駛飛機 都很容易清晰看得到 不會看錯時間 Day-Day 就固自然受歡迎 其實 軍錶仔 甚至Pilot手錶 和潛水錶 對於男士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手錶 而Hamilton 更加在這個範疇裡的表表者 講到軍錶仔 Hamilton 都可以說是做得比較出色 好了 先說一隻錶 黑色的錶盤 配搭了Kaki色的字樣 我試一下拉近鏡頭 給大家看看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到 它好像一個三文字面的錶盤 你看到它的黑度很有趣 好像藏在黑色的錶盤裡面 那些數目字凸起 其實它應該是兩套字面 三文字面重疊 所以做了效果比較特別 你看到那些黑度 都好像藏在字面那樣 Day-Day 做了一個英文傳寫 在12點位置 然後6點位置 就是一個日力槍 讓整隻錶 做Day-Day 比較平衡 如果Day-Day 放在三點位置 就沒有那麼平衡 還有做英文傳寫的Pilot錶 也不多 這個做了英文傳寫的 也是12點位置 有Hamilton的Logo 寫著Kaki 自動的 夜光方面 也是一個 這個 飛行錶裡面 很需要的其中一個東西 我們看看它的 夜光方面 夜光方面 很厲害 都是世界級的夜光 夜光 非常光亮 不論是時分秒針 和黑度 夜光都非常清晰 外面的數目字 你可以看到它寫著10 12 369 就用了三角形同 調子黑度去顯示 其餘部分 就寫了10 20 25 35 40 50 用了這個數目字顯示 裡面的細字 就是平時我們看開 12 12 12 3 4 全自動機械機心 我看它的官網 它就寫它 用了H-40 的機心 H-40 機心 其實就基於 ETA-28342 機心 擁有一個 21,600 震頻 80小時 動力傳染機心 即是Priometric 80 80個小時的機心 另外呢 它就配備了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防反射圖 其實它用上了 先進的 不鏽鋼 你看它的 36L不鏽鋼 那個鋼水做得很美 打磨做得很美 遠邊的位置做了拋鋼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 鋸拋鋼 鋸拉絲花紋 現身的側邊部分都做了拉絲花紋 很美 拉絲鋸拋鋼 鋸拉絲 它做的質感做得很美 錶官位置 也有Hammerton的Logo 它有護官位 它有護官位 它的護官位也比較貼 好了 H-40機心 有手上鏈的機心 可以手動上發條 80小時的動力處理能 踢了之後 有停秒功能 我們試一下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授手感非常之好 教授手感很緊致 半格我們教授星期日力槍 按下去半格 我是向上轉動 教育日力 達達聲的一格格 你看到日力盆六點為之 黑底百字 向下轉動 教星期 星期是半天半日跳 半日半日跳 我試一下它教時間 如是者去到12點 它會不會一起跳 通常很多時候 隨時的機心都會一起跳 你看到一起跳了 上下一起跳了 好了 教完之後 按下去一個拉推罐 我先看看標帶 這條標帶都用了卡其式的標帶 上面好像有鷹 還有Helmerton的Logo Aviation的Logo 挺有型的 然後做了H型雙孔的針扣 做了車線 另外兩個皮圈 油環 還有一個不鏽鋼的針扣 這個針扣有兩個孔 還有Helmerton的Logo 做了Helmerton的Logo 我們叫H型扣 我們叫做 好了 先看看標帶 標帶 不如撕掉它 撕掉它 撕掉它 稍微撕掉它 比較容易看 好了 標帶做了一個 螺旋式鎖的透視底蓋 底蓋很帥 寫著Water Resist 生活防水 不是 Sorry 十個巴的防水 不是生活防水 十個巴的防水 可以游水 另外寫著瑞士製造 除了瑞士基森 還有瑞士製造 那這錶 在鎖位 也做了Helmerton的Logo 還有一個字樣 挺帥 好 另外 你看到它做了一個拉斯花紋 圍邊的位置 也是 圍邊的位置 還有鎖位也寫著25J 25石 瑞士製 反過來給大家看 這個Helmerton的手錶 我猜大家都對它很有信心 因為它的負面消息比較少 也深受到香港錶迷的外大 這支錶是Carkey Film Aviation 這支Pilot的手錶 Day-Day的款式 屬於大錶徑 42M的錶徑 42M的錶徑 100米的防水 試一下量度一下直徑 直徑是42.2M 厚度是11.8mm的厚度 而Luck to Luck 是48mm 好 試一下帶上豬仔14.8 先手腕 這支是Aviation Caki Film Caki的一支Pilot手錶 豬仔推薦多少錢呢 它的建議零售價 7千多元 我先回網看 但我答錯你了 7550元 7550元 Caki帶也很有型 如果你說我喜歡深色錶帶 深色錶帶其實也很有型 我剛才搭配上去 100多元 換一個深色錶帶 其實也很棒 我試一下 拉遠一點鏡頭給大家看一下 150元配一條厚的皮帶 配襯深色錶帶也很有型 配襯深色錶帶也很有型 Pilot feel的一個車線皮帶 很軟 雖然這條皮帶後也很軟 好 那豬仔推薦 5千780元 5千780元 去雲標譜 甚至乎雙屬的AD 都不會有這麼損 原價是7550元 現在是5千780元 就買得到了 外面大概有 我搜尋了一下 都要去到6千道文 6千道文才能買得到 6千8、6千9 那豬仔推薦 5千780元 這隻Caki Aviation Pilot Day Day 好 如果你還未擁有一隻Hamilton 我強烈建議你 今年之內 儘快這幾個月之內 擁有一隻Hamilton 因為之後 我相信它開了專門店的價錢 你都會想得到 應該都好像天梳一樣 因為它們都是Swatch Group 沒有折的 因為收回所有AD 你都要跟它買 如果你真的喜歡它的手錶 好 所以如果你想有一隻Pilot 或者Aviation 這些Pilot的 一個軍標仔的話 這隻就是不錯的選擇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個推薦 5千780元 最後把重量給大家看 它都有些手感 我猜有100 一百 一百 可能 八十四 我用一百個gram 八十四個gram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給個like 就是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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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不要錯過 心動的你 立即行動 盡快找我 我們下集見 拜拜